這幾天其實都是有陸續去看濟南大廈那邊 然後我們也是有發現他這個一樓的這個看板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其實這個柯文哲買的這個三樓呢 其實現在就是大家說說到的這個先發新業嘛 然後其實其實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板上 還有很多像這樣子空白格啦 所以其實附近加上房仲也說啊 附近就是淡黃區 然後又是麗院附近嘛 其實有很多商辦或者是很多物件可以選 真的有很多物件可以在租啊或者是在賣等等的 所以柯文哲為什麼要挑一個現在上面 明明就已經寫著有了 而且他還買貴耶 對啊 為什麼買貴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準備了三個問題嘛 因為柯主席說他星期四就要接受大家的提問 所以我們也先準備 對 我們也準備了 就是第一個就是說既然有這麼多物件的話 為什麼柯主席偏偏就是要挑這個三樓呢 三樓版這個三樓有什麼原因嗎 以及說你買三樓為什麼你還買貴了 因為房仲說啊他會不會買這麼貴 有可能是因為他真的比較急啦 因為比較急你可能就會買到物件 比較高的一些物件嘛 那第三個就是說既然人家這個租約都還在進行 說人家的租約是到明年的四月 那為什麼現在柯文哲就要急著購入呢 到底為什麼一定要在建債 其實詩琪現在已經先洩提給阿伯 然後我想問一下詩琪 聽說你也打電話去問三樓啦 你們去問一下 因為這個柯文哲不講清楚嘛 你們必須要做平衡嘛 聽說你還被爆罵一波 對我直接打過去然後就直接被那邊的小姐爆罵一波 因為其實柯主席他昨天一開始出來 他確實也有承認說他有買這個商辦嘛 不過呢因為他其實講完之後不清不楚的就走了 馬上就被發現他是不是在當包租公 但因為我們找不到他的話 我們一定要去問當事人 所以我們也是打電話到這個公司裡面去查證了 對但是因為他們也是受到這個可能是大家真的都太關注了 然後全部人都打過去 所以他們也是有一點點不耐煩的就是說 你們影響到我們現在的一個整個作業了 不要再打來了什麼的 我們那時候有點錯愕 你的壓力應該也很大 那我跟妳請教一下 阿伯聽說現在住他附近的 買他附近的通通都壓力很大快崩潰了 冤親債主都回來了 聽說有住十幾年的鄰居 主動早上你們記者嗆說阿伯對他們很壞耶 因為其實就是住他樓下樓上十幾年的鄰居 然後他搬走之後他主動就是說他想要爆料這件事情 他就說他住那邊十幾年 然後發現這一對夫妻呢 並不是大家想像的表面上的這樣的形象 他自己認為的啦 然後他是說像是之前呢 他們因為他是市長時期嘛 有24小時的危安警力 然後當時他們就在想說這樣子的話會不會讓這個 我們需要再多付支付一點錢呢 所以他們也有主動去找這個柯市長 當時的柯市長就說 你願不願意多付一點管理費 那他就馬上被回嗆說 我沒有給你們找你們的保護費就不錯了 阿伯嗆說沒有收保護費就不錯了 然後那時候說要修頂樓的漏水 結果阿伯就是因為他不想要多付錢 所以他就說那他有公權力啊 那說那我把你的七樓當成違章建築打掉算了 所以當時這個鄰居就是都嚇一跳 然後現在其實不只鄰居啊附近店家 可能也因為我們每天需要去找主席嘛 所以可能真的有一點打擾到大家 全台絕屋僅有正論婦女黨 上工上一波 好 喝在我心裡的 忘記了 所有的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這麼清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支持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正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短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等你一起來